滚滚長江,東是水,浪花逃進,英雄淚 大家好,我是彩虹,歡迎收看彩虹解說三國沙的新一期視頻 好的,那麼本期視頻的話,彩虹還是給大家帶來日常的更新 那麼我們閒話不多講,直接開始看一下我們本期視頻的第一把錄像 好的,第一把的話,我們是一個二號位的大反賊 我們看主攻選擇誰呢,是不是 好的,主攻選擇了這個比較肉的董胖子 說實話,董卓主攻,你現在已經很少看到了 因為現在基本上都是,要不就是劉備,要不就是孫权,要不就是曹匹,要不就是袁紹,要不就是孫笨 小胖子,是不是,比較多啊,其他的話,嗯,比較少啊 基本上曹老闆都不怎麼看見,比如說懂胖子了,是不是 好的,那麼我們主持角玩家選擇了這個我們的標皇感,我們的蓋哥 好的,蓋哥威武啊,能不能把這個諸葛連弩給找到啊 好的,那麼當然在苦之前的話,我們先唱一首歌,是不是 那這首歌一唱出來,應該這個,離這個AK啊,離我們的諸葛連弩就比較近了,是不是 那是什麼歌呢,是不是啊,我那我先帶個頭,是不是啊 AK在哪裡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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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在哪,小鳳要低,苦當裡啊 那麼這個,我基本上感覺一唱,基本上這把AK應該是能被我召喚出來的啊 這個,那當然啊,當然也有會,也有啊,也有不靈的時候 那不靈的時候那就不好說了,是不是啊 好的,那麼我們現在有這麼多牌啊,那確實啊,萬事俱佩 我把這個三回營裡面的那句話給改了一改,是不是啊 好的,那麼我們現在的話,先把牌,其實也沒有必要給收藏箱啊 因為你在這種情況下啊,不一定啊,因為我們剛剛在苦肉之前是不是好像沒有表明自己的身份啊 那既然如果表明的話,這個如果收藏箱來給我們這個量柱,那就另當別論了,是不是啊 好的,那麼既然我們在這種情況下的話,有桃的話,你就救啊 因為你一個桃讓我回低血,我們能摸四張牌啊,我們能摸四張牌,是不是啊 所以說,這個你該就,就啊,你比如說你一張牌,一個桃,我們還是摸兩張牌的話 相對來說,就比較那個了,是不是啊,好的,那麼9 我們反正就是想方設法要找AK,是不是啊 我們AK到手,主攻離死,就不遠了,是不是啊 或者說,我們AK到手,主攻,那就是一個字,死,是不是啊 無用之人,死,啊,好的,勝手牽羊,啊 那麼先把這個主攻的手牌,先搞乾淨了,再說,是不是啊 好的,那麼現在的話,主攻手牌,已經搞乾淨了 然後一個決鬥下去,是不是啊 他,想跟我們拼殺,那是不可能的 因為我們本身這麼多牌啊,你想跟我們拼殺 你肯定是杯水車薪的,肯定是杯水車薪的 除非說,你是祖格克,有傲才,那你還有機會,能跟我們一搏 那你如果不是祖格克,想都別想,是不是啊 想跟我們拼一下,開玩笑啊 那當然,這個我們想要去酒啥動作,應該是不可能的 因為我們剛剛的酒,基本上都已經被我們,這個苦肉完了 已經被我們苦肉完了,所以說這個雞康來清閒我們啊 清閒鋼我們,這個龜襪子,這個龜襪子 我們要謝謝,散客散客他了啊 那他如果不來鋼我們,我們這把AK真不知道要到 真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弄到,那既然你來鋼我 我就散客散客你了,是不是啊 好的,這個董卓啊,你的鎮王不要來找我啊 因為我們的使命已經完成了,我確實皇感沒有找到啥,是不是啊 那當然,他既然能在排隊裡面,最近的一張能找到AK 那說明這把AK離我們已經不遠了啊 說實話,我們有算相在的話,應該不出意外 兩到三個桃子 或者說,我敢說兩個桃子應該就能找到這把連弩了,是不是啊 那麼我們是開萬劍啟發,也是強賭啊 也是,我猜測主持角玩家啊,應該也是強行要賭啊 這個雞康來鋼他,然後來找到AK啊 那確實啊,有時候賭啊,也是能賭對的啊,也是賭對的啊 好的,那麼我們第一局啊,這個主公啊,也是稀里糊塗的死掉啊 我們也是稀里糊塗找到了AK 那當然,這個稀里糊塗要打個這個引號的啊 因為,因為我們本身沒有找到連弩啊 是通過某人之手找到連弩啊 是通過忠誠的手找到連弩 所以說啊,主公的死,絕對不能怪在我身上的啊 不能怪在主持角身上的啊 因為,他本身啊,我們的殺,不是啊 我們找不到連弩,但是我們,哎 想一個辦法啊,這個連弩還要找到我身上,是不是啊 好的,那麼我們是一個啊 我們第二號位啊,是一個八號位的大反賊啊 這個主公選擇了主流主公孫全啊 我們的這個執行男幣這個八號位的反賊選擇了諸葛詹 啊,主公諸葛詹,罪論啊 我還是讀一下吧 因為,畢竟諸葛詹也是一個新武將啊 這個擁有他的人,肯定是不多的啊 是不多的,罪論結束階段 你可以光看排隊頂的三張牌 然後你滿足以下的一項便保留一張牌啊 就是說,然後啊,然後以任意順序放回其餘的牌啊 一,就是說我們滿足三項裡面這個三項啊 一,你與此回合內造成過傷害 二,你與此回合內未棄置過牌 三,手排上去啊,手排為全場最少 如果均不滿足你一名其他角色流失一點體力啊 流失一點體力 那麼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啊 我們諸葛詹啊,有畢月的功效啊 比如說有一個單畢月啊 再強一點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英姿啊,結束之後有一個英姿 滿足三項是不是 我們就可以保留三張牌 保留三張牌不說是一次英姿嘛 結束後的一次英姿啊 那大家可以去嘗試一下一個三學武將 你不需要任何殺傷性的技能啊 你說你不需要那個什麼強襲啊之類的這種殺傷技能 你就一個英姿一個畢月啊 一個英姿一個畢月 你一比一 就是說我們從標把那些暴將排除掉啊 你一個英姿一個畢月 你這個武將就已經很強了啊 已經很強了 好 你一個,我們就從孫全兒這裡說啊 你一個我們可以設自己DIY一個武將 就是說我三學兩技能 我一個英姿一個畢月 我就可以單挑一個四學的生 四學的生拳啊 不能說五學的生拳 因為五學的生拳相對來說 手牌上線能撐得住啊 你一個三學的 或者,其實我們 我可以說啊 可以說 你一個三學的武將 擁有英姿擁有畢月 應該是能掉 應該是能 也不能說吊打 我不能說吊打 應該是能打 能打一個五學的生拳 打一個五學的生拳 就一離一啊 就一離一 好的 那麼我們閒話說了那麼多啊 是不是啊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場上的身份啊 我們的中堯是一個大反賊 然後黃蓋的話 去借中堯的刀去砍孫全 也是一個大反賊 那麼成群 我剛剛看到他品弟是去扒牌的啊 是給孫全補牌 給這個中堯扒牌的啊 他是一個大壞人啊 他是一個大壞人 然後劉鋒是一個大反賊啊 是我們的自己人啊 是不是啊 那麼劉鋒去砍成群啊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不錯啊 這個舉動是非常好的 是不是啊 他也是一個反賊的話 我們就比較喜歡 是不是啊 好的 這個天下兩分隔江而至 是不是啊 好的 這個劉啊 這個不是劉 劉鋒的夏家啊 這個借大都督啊 也是一個大壞人啊 哎 這個我也是 說 聽說啊 就大家應該就是調侃吧 這個三國時期啊 這個 問啊 三國時期哪個職業是高威職業啊 就哪哪個是高威職業 那有人 就是說調侃 就是說是東吳的大嘟嘟啊 因為東吳在三國演義裡面啊 在三國演義裡面 或者說其實在正式上其實也是啊 這個 東吳的大嘟嘟好像 都沒有活的時間長的啊 包括我們的 這個 周瑜啊 我們的大師啊 就是在三國演義裡面啊 我們的大師啊 我們的吕蒙啊 都活的 都當過大嘟嘟 呵 活的就 就短了 所以說 這個東吳的高威職業啊 就是大嘟嘟啊 好的 那麼我們這個 嗯 徐氏啊 他是一個大 他是去樂了中瑤 然後去砍了 呃 砍了忠誠 周瑜啊 那應該就是一個內奸了 他這樣子打的話 那應該就是一個內奸了 是不是 好的 那麼我們被樂了之後啊 強行發動罪論啊 去打了徐氏一張牌 然後我們是 控了三張牌啊 那當然 這三張牌肯定是控制不了中瑤的樂的啊 我記得剛剛看清楚 他是把那張桃子 扣在了第三張牌 那也就是說 孫全如果沒有制衡的話啊 孫全沒有制衡的話 那個 中瑤的樂肯定是添過的啊 這點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啊 你要考慮到 他是一個孫全啊 他是一個孫全 那三張牌 你無論怎麼放啊 無論怎麼放 中瑤的樂 除非他運氣比較好 或者說有 出現 中瑤的樂是不可能添過的 而且那三張牌都是孫全的 所以說啊 我們剛剛那次序論 既然都打算那樣子發動的話 其實去掉孫全那一滴血也是比較好的啊 也是比較好的 因為你掉孫全那一滴血 然後再給他一張桃 其實相對來說 他的桃啊 就用掉了啊 就是說他在回合外的話 這個至少我們來強打他 他是一個沒有桃 至少他手裡是沒有桃木下 好的 那麼現在的話這個我們 反對方應該就是處於這種被動的狀態了 因為我們的這個中瑤啊 一血了 黃蓋的話也是在盡力的苦肉之雞 去找他最想要的武器 助個連奴啊 但是我們這一把的黃蓋 並沒有像上一把那個黃蓋 運氣那麼好是不是啊 他現在苦到現在啊 我不知道他是連武器還是沒有啊 反正說他武器現在還沒有裝上去啊 那就是瘋狂的苦肉 然後找AK 然後我感覺同他技的手牌裡面 感覺也是沒有多少殺 所以說他如果就算找到了那把諸葛連奴 這個發揮也並不是很大啊 發揮並不是很大 那麼與其這樣子的話啊 他的下家成群啊 不知道從哪裡搞到那把菊花刀啊 也是一刀啊 封了流封的小命啊 這個 那麼看忠搖啊 是不是要緊跟著這 極克流封的步伐要隨他而去啊 好在他這個能苟住這一時啊 還是感覺苟不住孫泉那裡的啊 只要孫泉一動手的話 應該馬上就是要死 要要要要陣亡的要陣亡的 好的 那麼黃蓋那裡還有一個閃電啊 那麼實在不行的話 我們就依靠這個閃電來翻盤啊 因為我們畢竟祝賈啊 我們罪論是有控制排隊頂的能力啊 也就是說相當於一次小的關心啊 雖然沒有他老爹祝賈量那麼多啊 但是我們觀看三張啊 首先我們要確保自己不被炸啊 要確保自己不被炸 然後我們再控制排隊頂啊 三張牌的話就輸死一搏 能不能把孫泉炸了 就看他了啊就看他了 好的那麼我們來看一下啊 我們這張閃電如果能保住的話 想要批孫泉 相對來說我們祝賈詹 他應該是中的幾率還是比較大的啊 好的 那麼現在的話我們肯定是 想要發動罪論是可以的 但是肯定是不能那個啥的 是不是啊 好的那麼同歸於盡的話 那就同歸於盡 是不是啊 其實啊這個我們這個主要玩家 選擇同歸於盡的話 我記得他這個罪論崩人好像是沒有限制作用 你說並不滿足於場上一名其他角色 各式去點體力 其實說也沒有必要去崩成群了 因為成群現在已經一滴血了 想要幹成群的機會是比較多的 因為邊上一個黃蓋就能幹掉他 那你與其這樣子崩他的話 還不如去崩孫泉一滴血 因為崩孫泉那一滴血價值還是比較大的啊 那麼現在的話我們成群的話這個閃電沒有被炸 沒有炸他啊 那麼我們現在在鐵索上的有誰啊 有成群有徐氏有孫泉啊 所以說這個閃電我們反賊想要贏啊 那麼這個閃電就一定要去把徐氏炸了 因為如果不把徐氏炸掉的話 我們就已經沒有機會了 肯定是沒有機會 這個閃電如果不不炸徐氏啊 不炸徐氏 你要不就直接炸孫泉啊 如果不炸徐氏 那這個閃電如果再多一輪的話 那我們可能是沒機會了 為什麼 因為從閃電從孫泉繞到黃蓋之後 孫泉要動手 那麼黃蓋又是在一滴血 孫泉又有五張牌的情況下進行一次製衡 想要收掉黃蓋就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了 好在這個牌堆啊也是助我們的 那你徐氏你確實很爽啊 你這個這個扶諸把周瑜幹掉了 但是你爽的同時啊 就要付出代價是不是 就要付出代價呢 什麼代價就是被閃電爆 所以說我們這把的話 這個也是體驗到我們諸葛亮啊 不是諸葛亮諸葛詹啊 諸葛詹可以啊 我們的罪論不僅是可以拿牌啊 不僅不僅有避月和這個回合外避月英姿的這個效果 我們還是有有繼承了我們老爹諸葛亮的一致啊 就是說繼承了老爹他的技能啊 我們也是有一次小關心是不是 也可以控制排隊頂啊 那當然我們想要控制別人的排隊的話 就要付出代價 那就是要流失體力啊 流失體力 其實說剛剛那兩把這個流失體力 其實都可以去崩孫泉啊 沒有第一下至少第一下你崩徐氏肯定是不對的啊 你如果剛剛那第二下我們崩成群啊 那其實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的 但是第一下的話其實沒有必要去崩那個啊 其實還不如崩 與其崩徐氏 還不如去崩一下那個孫泉是不是啊 好的 那麼我們來開始看一下我們本期視頻的最後一把錄像咯 那麼最後一把的話 我們是一個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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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4v4的排位賽啊 這個我是我們是主持久玩家 那是一個冷色方的一號位主攻啊 我們主持久玩家選擇了這個sp的潮人啊 sp的潮人是沒有不是風包的那個潮人啊 是這個sp的潮人啊 那麼這樣子的話我們就是一個溃 這個栗戰和尾溃啊 栗戰和尾溃 其實說在後期啊 在後期我們這個過牌量啊 就可以給團隊進行過牌是不是啊 好的 那麼一號位是我們潮人 二號位是我的敵人夏侯敦 三號位是我的隊友太史詞 四號位是不練師敵人啊 五號位是 呃 東雲啊 隊友 六號位sp將為 壞人 什麼叫sp將為壞人 然後七號位是我們的謎族 是個好人 八號位的話是流血啊 是流血是敵方的主攻 那麼我們的目標明確 那麼夏侯敦的話盡量就不要去打他了 因為他畢竟畢竟比較肉 是不是比較肉 那麼如果想要去打的話 從不練師 從要不就打不練師 要不就去打流血啊 就是說江維沒有必要去打了啊 因為他畢竟還有壹個這個弘亮的這個覺醒器在 那麼夏侯敦的話又是壹個比較肉的這種武將啊 因為你想跟他對鋼那肯不可能的啊 想鋼得過他開玩笑啊 那還要提醒壹點就是說 我們這個借夏侯敦的清簡改了啊 改了 我給大家讀壹下啊 每回合限壹次你可以在摸牌階段外獲得牌後 你可以展示任壹張牌並交給壹名其他角色 然後妳出妳出的牌沒有壹種類別啊 就沒有壹種類別 當前回合本角色手牌上限加壹 所以說他的這個清簡技能改了啊 如果不熟悉的話 大家再打個暫停看一下是不是 讀壹讀看壹看是不是 好的 那麼我們的這個態勢詞啊 開了壹張南蛮入侵成功打掉流血一滴血啊 也是賺的啊 成功打掉還打掉不練師一滴血 又打掉夏侯敦一滴血是不是 好的 那麼現在的話 這個剛剛不練師讓這個夏侯敦清簡摸牌 然後這個安蓄摸牌 然後安蓄他獲得的牌 也就是說他在這個摸牌階道外獲得的 包括他鐵鎖重鑄五谷封的摸牌 無論是別人開還是他自己開還是他開無中生友 還是說他說了人頭牌啊 他都可以發動清簡 但是要記住啊 這個每回合現一次啊 比如說剛剛不練師 他安蓄 他 夏侯敦和其他人 他發動了一次 他比如說他開無中的話 那他就不能在那個了啊 限於此啊限於此 一定要記住啊 好的 那麼這個現在的話 我們這個不練師陣亡的話 那就比較好打了啊 比較好打了 那如果流血想和這個想和夏侯敦進行配合啊 想和夏侯敦進行配合的話 那就讓他們配合 我們只要盯著流血打就行了 那麼姜維他沒有覺醒之前 他沒有挑釁 所以說他在沒有覺醒之前的話 我們竟然還是可以先去打流血的 那麼如果姜維成功覺醒之後的話 我們肯定就要把火力集中起來 先去打姜維 因為在後期的時候 姜維他的挑釁發揮能力就比較大 那麼我們這個曹仁是沒有桃子的啊 這個我們主持角玩家是沒有桃子的 那麼你迷主給我們曹仁的手牌 是這一點是你非常清楚的 既然你沒有你給的手牌沒有桃子 那麼我們本身沒有桃子 那就不能怪我啊 我是想救你 但是我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而且我們只有一口酒 自保尚渴想要救你 那就比較麻煩了啊 好的這個錢財乃身外之物 是不是啊 你可以進行這個清簡還給他 當然他現在如果說 那他剛剛是沒有發動清簡 沒有發動清簡 那麼現在的話 這個他為什麼沒有發動清簡呢 他肯定是要選擇拼點 或者說其實他 想要發動清簡 你可以留一張點比較大的牌 既然你選擇賣血的話 其實就沒有必要 你既然留一張牌進行拼點就行 好的 那麼錢財乃身外之物 那剛剛他這個 呃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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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青鋼劍啊 那肯定是鐵索重鑄了啊 把青鋼劍去給了姜維 那麼他竟然要把青鋼劍選擇給姜維的話 那肯定是要讓姜維做一點事情的 那麼我們的態勢詞的話 其實在整場啊 並沒有多大發揮啊 除了開局啊 這個發了一個開了一個萬劍激發啊 讓不戀師和流血掉血之後啊 其實他的作用就沒有任何多大用處了 那麼接下來的話就要看我們仇人了 因為這個姜維馬上就要覺醒了 然後流血的話在這種情況下馬上就要震亡了啊 馬上就要震亡了 他想要幹什麼 想要讓我們享受史上最強的拆遷 好在他給的點比較少 我們也是有一張小點啊 好的 那麼我們為什麼先去殺他 因為殺他之後啊 他有牌我們就可以對他進行委饋啊 就可以進行對他進行委饋 那麼當然我們也是去選擇去看了姜維的手牌啊 那麼確定姜維手裡是沒有桃子 然後我們栗戰跟泰斯茲一張啊 讓他在關鍵性的時候能把自己的小命給苟住 但是這個夏侯淵這個傢伙掏了一張 只要順有欠揚把泰斯茲的牌拿了啊 所以說這個泰斯想要狗住自己的小命令 就要自己要保重了啊 好的 那麼他剛剛夏侯淵發動了一次清檢之後 他開五谷風燈啊 那麼他開五谷風燈拿的牌也是他屬於摸牌階段外獲得的 所以說他剛剛已經發動過一次清檢 所以說他剛剛五谷風燈拿的那張牌就不能再清檢了 因為他只能發動一次啊 每回會發動一次 每回會發動一次 好的 那麼現在的話我們的這個江維也覺醒了 我們的泰斯茲也震亡了 那麼我們的大將軍曹人就要開始發揮作用了啊 好的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肯定是不能再賣了啊 不能再賣了 那麼這個流血想要給別人牌的話呢 他如果不想讓夏侯淵跟江維進行拼點的話 我們肯定是要給他的 然後我們一刀先先看了江維的手排 確實是沒有閃 然後我們一刀把江把夏侯淵幹掉之後的話 呃流血其實我們也是可以去打他的 但是這個有江維啊 因為江維現在已經覺醒了 他既然有挑釁的話我們肯定是 肯定是想要打流血肯定是並不怎麼好打的啊 並不怎麼好打的 所以說啊我們現在的殺啊 這個勒布斯鼠關鍵性的時候添過就比較爽啊 那麼我們可以拆他一張手排啊 把他的桃子先拆了 然後一刀下去啊 他既然沒有桃沒有閃 那我們的殺命中就非常非常爽了是不是啊 好的那現在的話我們在這種狀態 比流血比較好的這種狀態下跟流血進行單挑 那就非常爽了啊 你就非常爽了 其實剛剛這個人王盾我們也沒有必要拆啊 因為我們對敵人視為使用一張殺 是一張無色的殺 所以說包括夏侯淵的神速 人王盾是擋不住的 包括包括流風他裝了人王盾 人家來削他的意 你的人王盾也是擋不住的 所以說剛剛那個過河拆橋 其實沒有必要去拆流血 流血的這個人王盾啊 那麼其實主持角玩家想要拆他的人王盾 應該也是考慮到我本身如果有黑殺的話 想要對他出殺還是比較好的啊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他其實我們可以去 我也可以看他手排進行殺他 因為沒有必要啦 因為他本身如果你想要對他進行 他如果想要天命的話 還是他如果能神天命的話 那是他運氣比較好是不是 那當然我們現在狀態再慢慢起來了 想要去打他應該是比較簡單的啊 好的那我們的大將軍曹仁啊 還是堅守到底啊 不愧是這個曹衛的一員 這個大將啊 絕對是這個曹仁在衛國 就是在三國時期的衛國啊 他的地位是很高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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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麼我們本期視頻的話就到這裡就結束了 那麼結束之前啊 有兩句話跟大家說一下啊 第一句話啊 視頻結束後方啊 有彩虹的投稿郵箱 希望廣大的玩家啊 能給彩虹有約的投稿 那麼最後一句話就是 咱們千山不改 綠水長流 咱們下期再見 大家拜拜 好久不見的世界